北漂在我们老家那里一直被人们认为没有正式工作 在老家混不下去了,到北京折腾的一群人 当然,我也是毕业那时公务员面试没过 被迫踏上了北漂之路来捧捧运气 在老家,铁饭碗一直是家长们推崇的工作 无论男女,你颜值再高 如果你不是带编制的铁饭碗,相亲都会被遭到嫌弃 看我们,1米73,体重110,本科毕业时 相亲照样逃不过编制为王的顶率 记得那个铁饭碗男生,他妈妈对我妈妈说 你闺女要是铁饭碗就好了 没错,我遭到了嫌弃,我妈也罢气回复 我不管她做什么,可以养活自己就好了 万一她用几年时间把铁饭碗一辈子的嫌撞完呢 我妈仅是为了保护我回怼的一句话 似乎开启了我的一个想法,北漂 到了北京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开启了奋斗模式 找寻到风口行业,不断充实自己 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进修 北京的节奏快,996的模式是常态 但我无路可退 压力大时,少个串店和朋友撸串互相安慰 成了固定解压模式 最喜欢看《疯狂原始人》这个动画片 主人公像极了不安分的我 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突然成熟很多 在老家,我妈恨不得把饭端在床上 如今,菜市场的菜价了如指掌 厨艺也大增不少,懂得照顾自己 也可以在最困难时,用省钱的方式过日子 回家绝口不提 因为我没有退路,暗示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因为北京也许会让我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哪怕几率很小,我也要试一试 头两年,过年回老家聚餐 无论亲属还是同学,都会劝我回家 带编制的同学,虽然每月四千元 还是一连骄傲地劝我 你还是回家吧,北京不好混 回老家,硕士毕业论文答编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师质疑地问我 你做网络游戏行业是毒害青少年的 我告知老师,多少互联网和游戏行业 造就了多少年轻人才 他们可以趁着年轻积累财富 不为生活所困,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不对吗 很多人认为,铁饭碗才是正式工作 殊不知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没有自己的能力才是铁饭碗 我只是知道,当你没有稳定工作时 就要快速积累财富 带父母出国旅行,吃美食 带他们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孝顺不能等 人生很短暂,又很短的时间 创造更多的价值 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感谢收看火腿视频 记得关注,下期见